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篮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1月16日早晨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公牛主场迎战勇士 此前公牛战绩为19胜24负 排名东部第10 连续输给凯尔特人 奇才和雷霆 这波三连班让他们逐渐掉队 而勇士此前战绩为21胜21负 排名西部第6 名字不错 和西部第13的呼人也只相差两个胜场而已 在库里复出后 勇士玩败残阵太阳 整体手感都不好 不过上一场面对马刺轰下144分 全队8人上刷 又让人看到了熟悉的那只勇士 今天勇士迎来利好 德罗赞斯投机拉上休战 公牛缺少绝对得分点 勇士最强手发无虎 却打得更加艰难 维禁斯没有手感 追梦格林的表现堪称灾难 公牛手发 道素姆加拉文加卡鲁索 加帕维加五千维奇 勇士手发 库里加克莱加维基斯 加追梦格林加卢尼 公牛开场就给勇士一个下马位 克莱率先命中三分球后 五千维奇勾手命中 库里失误被抢断 拉文轻松靠篮 维基斯两发不中 卡鲁索连续助攻炮威 和五千维奇命中三分球 卢尼上篮打进后 库里又失误 卡鲁索的三分球 直接打听勇士 中断五千维奇连续单打的手 公牛在前六分钟 打了勇士一波19-5的高潮 中断库里命中三分球 直属后 拉文连续补篮 五千维奇的坠身三分球 琼斯完成爆扣后 此时公牛27比式领先勇士 后半段勇士逐渐找到一些手感 库里的炮头 栏目连续标中三分球 科比怀特和帕威回应两击三分 第一节打完 勇士20比35落后公牛 第二节勇士开始反击 栏目造三分犯规后 韦金斯也命中三分 普尔发球加韦金斯 抢断助攻普尔爆靠 勇士替补阵容一波 流追到只差六分 五千维奇这一点 勇士没办法限制 不过迪文森佐和蓝姆延续火热手感 一只紧要比分 中断克莱和库里下起三分雨 三个三分直接打听公牛 杰莫格林在场边吃到季犯 库里和克莱弹无需发 勇士终于将势头扭转 半场勇士62比59领先公牛 克莱14分 库里12分 比三节出段 韦金斯的抛头和克莱三分球命中后 勇士将分叉拉开到8分 这是勇士全场最大领先分叉 此后公牛开始反扑 五千维奇的三分球加普篮 告诉姆上篮 卡鲁索助攻拉文反击上篮 公牛连续打坠肾 克莱三分直去后 公牛又凭借科比怀特和拉文的三分球 逐渐拉开分叉 勇士替补上场后 听见普尔和迪文森佐的发挥一直在填坑 五千维奇连拿4分 三节打完 公牛92比86领先勇士 第四节决战 琼斯联合五千维奇打出8-2的高潮 韦金斯命中三分球后 被怀特造了个2加1 眼看分叉到两位数 科尔提前换上库里 不过勇士挡不住五千维奇 内途外头打疯了 库里连续上篮接1比分 中断 五千维奇抛头命中后 高苏姆命中三分球 公牛领先14分 决胜时刻 可来追身三分维持一丝悬念 他为何五千维奇 但无需发 最后两分钟 比赛已经失去悬念 最终公牛132-118轻取勇士 公牛结束三连败 勇士输球接连被快船和森林郎超越 二到二三赛季勇士队 做客东部球队就只赢过猛龙队 面对熊鹿 76人 蓝王 尼克斯 步行者 黄蜂 破塞 魔术 公牛 就宣告失礼 这样的表现真的是太糟糕了 为什么勇士队的客场成绩这么差 这真的值得勇士队好好反思一下 开局二康 往往是勇士队征战客场经常遇到的状况 今天队定公牛 勇士队第一节打完就落后对手15分 以往的勇士队或许还有翻盘的可能 但是本赛季勇士队的防守可没有上赛季强悍 勇士队逆转迎球的情况 在客场几乎是没有发生过 如今的勇士队哪怕取得领先 也是并不能保证一定可以赢球 本赛季做个活塞和魔术队的比赛 勇士队都曾经在比赛中完成逆转取得领先 但是却都没有将比赛胜利拿下 勇士队对于外线的防守还是有一些问题 总觉得对手的外线比自己差 因为内线不利 过于内守保护禁区 没想到本赛季东部球队 打勇士队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 外线投射都非常准 杰伦萨格斯 步行者队的内姆哈德 都是对阵勇士队的比赛中拿到了赛季最高分 就本场比赛而言 先来聊聊公牛这边 德罗赞缺阵 之前都是拉文站出来扛起球队进攻 今天轮到五千维棋表现了 面对勇士的内线 五千维棋是降维打击了 光是上半场比赛 他就砍下18分六篮板而助攻二抢断 第三节他又率队打出小高潮一局反超比分 第四阶前半节 五千维棋三分 花球 内线单打要用精通 帮助公牛扩大领先优势 最后时刻他又是连续得分彻底杀死比赛 全场比赛 他出战39分钟 偷懒31中18 三分球是中午 花球二中二 爆看四十三分 十三篮板四助攻四抢断的豪华数据 四十三也是他本赛季单场得分新高 看来水打勇士都要吃顿饺子 而面对五千维棋的超神发挥 水花兄弟今天也只能败下阵来 两人合力空谈四十六分 十四篮板助攻 但各自的状态却不一样 八季三分 克莱虽败優柔 上半场克莱就得到全队最高的十四分 外加三篮板三助攻 第四阶勇士落后到十五分以后 克莱站了出来 连续三分球和中投为球队续命 此一 他出战33分中 投篮21中9 三分球15中8 得到二十六分 四篮板四助攻 相比于克莱 库里大表现就拉胯得多了 上半场他得到十二分七篮板二助攻 却已经出现了四次失误 第四阶坠分阶段 他居然连续两次出现走步低级失误 关键时刻进攻当更是一分未得 眼睁睁看着球队输球 此一 库里出战34分中 投篮15中8 三分球是中三 罚球二中一 得到二十分十篮板四助攻 还有赛季新高的八次失误 另外 勇士今天输了球 但替补出战的普尔和兰姆两人 却表现亮眼 上半场兰姆四中四 三分球二中二 一百分之一百的命中率 砍下十四分 普尔全场出战二十六分钟 投篮八中五 也得到十五分二 篮板三助攻二强段 实在看不懂勇士今天的比赛状态 其实库里自从复出之后 因为西四想要提升球队战绩 只可惜球队起起伏伏 就这场比赛而言 库里只能无语凝耶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 勇士是全主力阵容 而公牛这边让了一个德罗赞 原本以为勇士防守压力会很小 结果被公牛全面开花 第二 库里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库里要得分有得分 有篮板有篮板 只可惜仍然没有救球队于水火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 库里自己失误也很多 其实这是勇士整场比赛的缩影 大家都心不在焉 全队出现二十三次失误 就这一项来说 公牛利用勇士失误拿了31分 简直是给公牛白白送分 自从公牛组成小三巨头之后 五切围棋其实是最边缘化的巨头 不过在勇士头上 五切围棋今天吃到了饺子 五切围棋打得干脆利落 勇士防不住内线进攻 也防不住外线投射 全场比赛下来 五切围棋要啥有啥 五切围棋拿到了43分 十三篮板四柱公司抢断全面数据 打出了赛季最佳意义 勇士面对这种情况 其实他们也没有办法 毕竟内线无法和五切围棋匹配 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勇士暴露出的缺点中的其中一个 勇士内线太薄弱了 指望格林和卢尼是万万不够的 只能说回斯曼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让球队计划满盘结束 第二个缺点 轮换又回到老样子 原本以为勇士主力阵容完整之后 球队轮滑会有新的变化 且这帮角色球员会越打越好 不过大家看在眼里的是 他们反而不会打球了 他们要重新适应当下的打法 重新调整自己的节奏 第三 自己的心目难克 自从赛季出气勇士 展现出克场虫的气质后 好像球员们都被心目困扰 面对稍微有点实力的球队 勇士在场上时就自我否定 这并不是阵容棋整与否所造成的 我们可以看看逐场比赛 完全是两支球队 就这一点来说 勇士必须走出阴影 否则赢球难度就太大了 总而言之 目前的勇士是无法撑起冲冠重任 接下来麦尔斯要想办法了 需要进行一笔或者多笔大交易 根据相关规定 已经有不少球员解除了交易限制 至于勇士会引进哪些球员 大家就等等看 他们必须要行动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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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